所以做一次胸部CT 它的辐射量到底有多大 对我们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 那么做一次胸部CT 辐射量到底有多大了 其实很多人做了研究 用这个放射的辐射的剂量 进行过衡量 大家知道我们平时 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 都有放射线 都是辐射 我们的空气当中就有很多射线 让我们遭受辐射 所以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受到了 很多外来的辐射 全年的辐射量 用辐射了有一个数字 比如说是两千 一年我们接受的辐射量 那正常人一年接受两千 不会有问题的呀 做一次胸部CT 它的辐射量大概是 全年辐射量的两倍 我就不具体说数字了 因为大家 大家这个也不一定了解 这个辐射的这个剂量 具体多少 我就举例子说 就是一年我们 如果不做一次 没做任何一次这个CT 只是正常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跟做一次CT相比 我们做一次CT是 一年的两倍 而安全的 安全的 就是有人专门从事辐射行业的 比如说 工作的环境有辐射 比如说我们医生里面的 放射科医生 他们吃的辐射比一般人都多 它的辐射量 一年吃的辐射量 职业的标准 它是正常的五到十倍 就是平时 平时我们接受的辐射量 在我们人体正常的 五到十倍的时候 我们的人体是可以忍受的 这是做过科学研究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 接受的辐射量 五到十倍之内 人体是没有太大的伤害的 因此这么理论上一推算 每年做这个两到四次的CT 是不会带来额外的损伤 不会带来额外的损伤 因此呢 半年做一次CT 甚至真正有病了 一年做四次五次CT 是安全的 是没有问题的 感谢观看